1942年3月 孫力仁奉命率领新38师 前往缅甸支援盟军 与日军展开作战 自此展开他从军生涯中 最为艰困 也最为辉煌的一段岁月 1864年 安徽卢江县金牛镇 搬来了大户人家 为了躲避太平天国之乱 徽商孙炳宴买下金牛镇百亩良田 新建103间房舍 西家带眷在此定居 这个兵圣孙武的嫡系后代 就在金牛山脚下的农村里 孕育出中国历史上 另一个常胜将军 1900年12月8号 深夜 金牛镇孙家诞生了一名男婴 他是清朝举人孙希泽的第二个儿子 也是孙炳宴的孙子 取名孙丽仁 孙丽仁从小体弱多病 性情安静温寻 五岁时母亲过世 父亲续贤后 由继母照顾六名子女 孙希泽重视教育 特别聘请严师 在家教导四叔五经 父亲请为先生到家里教育 因为他们兄弟三人放在一起去教 老师非常严格 经常拿着戒指去贬策他们 1906年 孙希泽被朝廷派往山东任职 在当地结识同乡举人 龚姬丙 两人相谈圣欢 进而一劫金兰 三年后 孙丽仁三兄弟跟随父亲 到青岛定居 并进入当地教会小学就读 当时青岛仍是德国租界地 九岁的孙丽仁 在此遭遇了一生难忘的经历 他在青岛去海边捡一个 很漂亮的石头 然后德国小孩子要 然后他不给 结果他父亲来 就打太巴掌就把他抢过去了 所以他甚至提到一个国家 如果弱的话 人民就会受苦 1911年辛亥革命 中国地质结束 时任山东之府的孙希泽 随即带着全家人前往北京 转任中华大学副校长 当时孙丽仁的哥哥已是北大学生 隔年孙丽仁考取清华 一度从中学读到大学 当了九年的清华人 他们当时在清华学堂 他们是用英语教育的 所以他对于西方的文化 跟中方的文化 跟中华的文化的掌握跟了解 我觉得有一个成熟度 还有这个人喜欢运动 当时也是篮球队 而且也参加过远东的篮球比赛 拿到冠军的 1919年5月4号 北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转让给日本 要求收回山东 抵制日货 这项宣言引起各大学响应 曾在青岛居住的孙丽仁 也参加了天安门的学生游行 但即使接受新文化的熏陶 孙丽仁还是无法摆脱 旧时代的牵绊 在他20岁的这年 父亲孙希泽 依照中国传统礼俗 为他安排了一门婚事 对象是同乡举人 公鸡饼的妹妹 为了这门亲事 曾经一结金兰的孙父和公鸡饼 还互退更贴 不再以兄弟相称 免去辈分上的矛盾 婚后呢 实际上是包办的 但这些人感情深得 因为公鸡饼不是小 参数的小族女人 她是一个当时的 示范的学生 也是一个自身青年 公家是合肥望族 历代都在朝廷围观 公细涛知书达理 深受公婆喜爱 个子高高的 也传的 不讲怎么好那个 亲亲说上 讲究的 蛮讲究的 我全记得 她这一笔毛笔字写的 特别好 1921年 孙希泽调任安徽省警察署长 全家迁回金牛镇老宅居住 只留下孙丽人 继续在清华求学 和新婚妻子分隔两地 两年后的夏天 孙丽人从清华大学毕业 准备赴美学习军事 但遭到父亲的反对 因此改申请 美国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 一个大学毕业生 拿了工费到美国读书 而且读普渡大学 那非常好的学校 一年内他就拿到学位了 接着他并不是在美国 就找到一个工作 或是回到中国 来找到一个工作 然后能够平稳过日子 他却转去读军校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他是一个有想法的人 依照父亲的期待 从普渡大学毕业后 孙丽人学习军事的意愿 仍未改变 他写信给华府中国大使馆 申请去维吉尼亚军校就读 美国维吉尼亚军校 有南方西点军校之称 以训练严苛闻名 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 孙丽人终于如愿以偿 成了维吉尼亚军校的新生 维吉尼亚军校最新生都叫做老鼠 因为老鼠是他们认为 是吃上最低等的动物 抱到的时候 刚牵到的时候 一牵到就四个学生就围过来 然后这个就不断地做福地挺身 真的是一个症状教育 那当然老鼠里面 它基本上就是 会给你很多各式各样的压力 不管是体能压力 精神压力各方面 他们就是会施加很多压力 因为老鼠是 他们认为是吃上最低等的动物 所以老鼠我们有老鼠线 我们走路要走老鼠线 然后眼睛是不能歇视的 然后要缩下巴 另外 军校也特别重视体能训练 除了跑步初操基本课程外 游泳 射击 拳击 更是必修课 除此之外 维吉尼亚军校里 对于人格以及忠诚的教育 都深刻影响了孙力仁 在美国受了教育 军队最主要是保卫国家 带给人民更好生活 这军队一定要国家化 而不是福音于某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思维 1927年 孙力仁从维吉尼亚军校毕业 随即前往英法德苏日等国参访 学成返国后 这名27岁青年 已经准备好投身军旅 展开自己的戎马生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27年的中国动荡不安 国民革命军持续进行北伐 学成归国的孙力仁 再次向父亲表明从军的意愿 虽然孙父有意透过 同为安徽人的段祺瑞 替孙力仁在军中安插职务 但在美国生活的四年经验 让孙力仁决定从基层做起 他认为中国人在那个时候 只能够做十一将做饭的 他觉得这是对国家民族极大的侮辱 所以他决心为民族的军员战斗 这就是他要回国 从军从最低层做起 从做排长做起 去了解抵中国的兵 到底是什么样子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孙力仁放弃了北洋政府 改向国民革命军投石问路 1927年5月20号 国民党为了培养党内干部 在南京成立中央党务学校 由蒋介石担任校长 谷正刚为训导主任 孙力仁到南京建的谷正刚 获聘为教官兼队长 负责教导乔良学 中央党校全校400名学生 分为三个队 除了孙力仁之外 另外两位队长 分别是黄埔毕业 以及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由于三人教法不同 加上校内派系斗争 孙力仁不堪其扰 上书校长蒋介石 请调到陆军教导师 担任教育班长 1930年5月 中原大战爆发 严习山冯玉祥 李宗仁联手 反对蒋介石主阵的南京政府 为了加强作战实力 蒋介石成立陷阱教导总队 并且聘请德国军官 史坦英等40多人 担任军事顾问 为了争取更实际的带兵经验 孙力仁再次请调 这次蒋介石决定 让他担任教导总队的上校大队长 就在军旅生涯逐渐步上轨道之际 30岁的孙力仁 遇到人生中第一个 让他心动的红粉之急 他的孤生涯逐渐在南京 以南来节目 就认识了18岁的小妹子 湖南的姑娘 叫张静颖 又叫张庆阳 这个女儿就进入她的野围 张静颖呢 当时是南京会问总学的高中学生 能够善悟 活泼大方 他的父亲神情也是有军官 只是他父亲不在了 当时在南京只有 母女两人相遇为命 孙力仁和张静颖 一见群星的 不久就在上海宣布机会 这是1930年 为了阻止儿子另娶他人 孙父立刻派专人 把龚细涛送到海州 和正在当地练兵的孙力仁相聚 在海州住了几天 在海州张静颖 就是后来娶的女的小妹子 对龚细涛也十分震惊 成为龚大 相处也算和谐 但是张静颖的母亲同住在那里 他的母亲在那里 龚细涛总住在宾流 所以只住了两个多月 就回到清净老家了 在张静音的陪伴下 担任大队长的孙力仁 勤奋练兵 但因为部队里的士兵 几个月领不到心想 他出面向上司争取 却发生争执 因此被撤职 1931年6月 蒋介石担任国府主席 德国军官顾问团 筹组陆海空总司令 士卫总队也就是蒋介石的御林军 在陷阱教导总队 德国顾问石坦英的推荐下 被撤职的孙力仁再度被重用 升任士卫总队的副队长 贴身保护蒋介石的安全 也因此与宋子文 孔祥熙相识 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 一直在与各国谈判 争取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但随后而来的却是走私猖獗的问题 好不容易从美国 英国 荷兰等等这些国家 经过艰难的外交谈判 把这个关税 把这个关税的权利把它拿回来 好 我现在关税我抓回来 抓回来以后 我现在必须要建立一个税警团 来打击走私 为了打击走私犯罪 1932年 宋子文在德国顾问石坦英的协助下 成立了税警总团 初期为四个团 后来增为六个团 并聘请西点军校毕业的温应新 担任总团长 在宋子文的立邀下 孙力仁辞去刚任职四个月的 侍卫副队长职务 转任税警总团第四团团长 并将自己在教导总队里的老部署李鸿 调到团里担任机枪连连长 税警总团在宋子文的支持下 不但武器装备和一般国军不同 全部都是最新的德式美式武装 人员大多是新招聘的青年学子 素质也较高 孙力仁练兵重视体能操练 游泳射击更是基本训练 士官兵一视同仁严格要求 孙将军练兵就是说 训练每一个兵要有个 很好的体力 你将来打仗的时候 你才能够冲锋或者冲锋陷阵 所以每一个兵都是 有时间都是练炮 第二个就是说打靶 每一个兵都要打得好 所以孙将军常常举行打靶比赛 所以在这种形状下 我常常看到 跑步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带头 那可能是孙先生 他自己在带跑 如果军队里有人犯错 处罚的方式也很特别 当时跟随当兵的父亲 住在兵营附近的湖心中 留下深刻的记忆 那时候我常常看士兵军人打屁股 就在我们家门口 我们可以看到操场上打屁股 因为出操不努力 或者犯了危纪了打屁股 后来我问我爸爸 我说这样是不是不好 他讲假设说军人犯了危纪了 严重的话是要军阀处理 他是假设他打了屁股 就没有事情了 上面也就是孙总 他也可以有交代 我也罚过他了 虽然要求严格 但孙力人也重视士兵的健康 尤其在营养补充上毫不马虎 罪警团的薪资 是比一般陆军要好 这是事实 因为他是财政部的 但是他那个严格训练来讲的话 这个食物的质量 营养是不够的 他把兵当作 自己的子弟兵在看 所以他跟下面的干部团长 李鸿他们这些 后来当团长 这些营养补养长 那个干部讲 我们每个人都要出一些钱 给他们加财 他不是说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官你是兵 你活该就是吃那些东西 他不是的 他认为兵是国家 国家的财产 要当作自己人在贷 毕业于美国军校的生理人 思想观念也和国府军官不同 他甚至鼓励睡井总团的衣冠 学习催眠术 我爸爸在大陆学垂眠术 因为当初垂眠术发明 并不是变魔术用的 是治病 好像用在治病上面 安定精神什么的 我爸爸就很有兴趣 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 很难买到这方面的书 好像还是买到那个道具之类的 好像是孙力人帮他买的 所以孙力人就很鼓励 我爸爸学垂眠术 因为他觉得野战医院 你知道很破烂的 我记得我爸说他都在 晚上就帮很多人用垂眠 就让他安睡休息 1935年 正在海州练兵的孙力人 突然接到来自家乡的电报 告知父亲和继母 相继过世的消息 当时他是睡井团长 是什么呢 带了一个派的警卫 在家给我祝福办丧事 我们的祖坟离我们禁留 还有几十里路 几十里路走三天 而且人家 我们这个当地放手 人家既然就要下跪还历 而面对一直在家乡 照顾公婆的龚细涛 孙力人也心存愧疚 孙力人分到的家产 全交给龚细涛 放在他的名下 但在孙力人返回海州后 失去公婆的龚细涛 选择返回娘家生活 隔年 陪在孙力人身边的张经英 皈依佛门 成为虔诚的佛教徒 此时的中国风雨飘摇 日军已经完全侵占东北 1936年12月12号 西安事变 促使蒋介石同意 国共停战联手抗日 就在全国同仇敌态的氛围中 已在海州练兵五年的孙力人 也将率领原本被视为 无法作战的海关警察 正式踏上战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37年7月7号 卢沟桥枪响 时任国府军事委员长的蒋介石 在卢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 宣布中国对日抗战 8月13号 日军进攻中国第一大商港上海 当时负责查器走私的税井总团 正驻守在上海和浦东 9月随着战况失警 税井总团被征调 开赴前线作战 10月 孙力人负责带兵束手苏州河 中日两军合合血战 死伤惨重 机关枪连长李红 腿部重枪死守阵地 让孙力人极为赏势 立即升为少校营长 11月3号 日军仗着强势武力 占领桥头堡 为了克敌 孙力人带领部队速度冲锋 却在日军火线攻击下 身负重伤 他覆山了 身上日本人打了一个枪榴弹 爆炸了十几块 虽然没有死啊 他身边有一个副官 把他批下来了 批下来第一个 就把他送到组舰 组舰爆炸弄了之后 孙力人的弟弟 孙之安 雇了一架飞机 到上海公共主戒地 给长 把孙力人将军 送到香港皇家医院去遗治 如果没有送到香港去遗治 孙力人这个庙没有希望了 经过两个月的治疗 孙力人捡回一命 隔年2月10号 搭机返回长沙 他先找到躲在尼古安避难的张经英 再转赴汉口寻找部队 却发现税井总团已经改编 他拜会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 希望能重组税井总团 此时德国军事顾问史坦英 成了关键性的人物 史坦英他对孙力人很赏识 他很赏识的据说是 就是这个813的松户战役 史坦英跟那时候的财政部长 孔祥熙建议 说这个人你还是要 因为财政部还是要抓 因为那都是盐嘛 盐啊关税什么 你如果要成立这个起司总队的话 推荐孙力人去筹主 1938年3月1号 财政部盐务总局弃司总队 在长沙成立 由孙力人担任总队长 10月25号 长达四个半月的武汉保卫战结束 国军撤手武汉 长沙岌岌岌可危 弃司总队迁移到贵州督云 都游那里有一个炮兵学校 在附近有一条活着 也是石和他受学 教练 对呀 石和他成立这个单位 他正式成立集司宗队 正式守荣过去的旧部 又吸收新的学员 学生 参加他的训练的单位 1940年11月 弃司总队已扩充到六个团 加上直属部队已达八个团的兵力 孙力人正式申请 恢复税警总队番号 随后财政部颁发命令 增设弃司总署 由代理兼任署长 孙力人为副署长 12月7号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基地 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 日本的侵略 中国是它最重要的目标 但是另外来它发动的 所谓太平洋战争 目的是什么来护去太平洋 这些地区的战略物资 所以当日本开始 对于美国的珍珠港 所谓偷袭珍珠港的时候 同时也对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同时发起的 随即国府对日正式宣战 并与美 英等国组成同盟国 由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统帅 美军第七师师长史迪威 为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 兼中国战区参谋长 此时中国海港城市都已失守 滇缅公路成了支援中国物资 唯一的交通动脉 当时英军驻守殖民地缅甸兵力不足 面对日军禁逼 1941年12月23号 中英在重庆签订 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 但英国一直不愿意让国军进入缅甸 直到1942年 日军两路夹击仰光 英国才接受美国建议向蒋介石求援 驻守贵州都云的税警总队 奉命改编为新38师 由孙力人担任师长 隶属第66军 前往缅甸增援 但军队尚未出发 汽司总署署长戴力 就先调走了一半的兵力 他希望接受孙力人训练的部下 孙力人训练留个团 我们走的时候 只有几回走到黄炫三个团 所以代理留了三个团下来了 1942年3月 蒋介石派遣杜玉明的第五军 统领新编师官兵 组成中国远征军 由滇西进入缅甸 揭开第一次中缅战争的序幕